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教你啊 你们的携杂费收入有五亿多了 那你们这个特别明细里面提到携杂费的减免 你们等于是减少 五千零八十八万一千元 因为携杂费的减免 五千零八十八万一千元 这是一百零三协年度的预估 请问你一百零一协年度 东华大学学杂费减免是多少 知道吗 不晓得吗 我告诉你 五千九百六十七万 一百零一协年度 五千九百六十七万 你们都很厉害啊 手上都是空的 旁边那位小姐也是空的 请问你一百零一协年度 这五千九百六十七万里面 有哪些 你知道吗 有哪些是可以符合减免的 不知道吧 原住民的低收入户 原住民是占多少 是全部吗 五千九百多万都是原住民吗 不是不是我们原住民集还有 原住民的部分大概四千万左右 剩下的是低收入 你错了 原住民的部分按照一百零一协年度 所以你们提供的资料错误给 这个黄校长 今天黄校长不在 因为你会计单位 你是会计单位吗 吴校长现在 你是会计单位 你提供错误你刚刚讲四千多万是错的 一百零一协年度 原住民的部分是一千六百八十万 一千六百八十万 副校长 是 你跟你的黄校长讲 不是 副校长 我说你要跟副校长要跟黄校长讲 我们现在校长是吴校长 吴校长是 郑委员 东华大学吴校长 你们的网站我是看网站的 我是看网站资料 好 要跟校长说 吴茂库 不是 不是四千多万 是一千六百八十万 是占整个减免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 四分之一强 四分之一强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部分呢 因为你们的校长 的一个发言 的一个常常后世相关的会议的资料里面 前一阵子啊 媒体特别报道 东华校长说 校务基金因为招收原住民学生 有四千万元的财务缺口 因此招收原住民学生 对国立大学不是资产 而是负债 我相信这个不是校长的用语 因为那个会我在场 这个媒体报道的 你在场我也曾经在场过 教育部 蒋部长曾经 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曾经到贵校 去听起你们的简报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 蒋部长也在场 在那个场合啊 你们校长啊 第一个所提的就是这个 财务缺口 把原住民学生 因为你们很多 就把它列为一个财务缺口 你今天啊 校长不在啦 你回去跟他转达 第一个你数据就不对嘛 这个 这个是结算哦 这是结算报告啊 一千多一千六百多 百分之四 十分之一强啦 何况 这里面还很多的相关的这些 本来这个 这是法定的 法律 一路规定的 你们竟然把原住民当成一个 一个负债 报委员我可以回答吗 事实上我们在学校的 东华大学对 那那 这一块 因为校长不在啦 你不便替他说明啊 你有没有听到 你不知道啊 东华大学 在你的那个网站里面 还特别提到 建议花东第七市原住民族群聚集主要区域 其多元并存的文化艺术风貌 更是本校 啊 游戏集体 的本土文化资产 这是正确的 还希望把它当成资产 然后 只不过因为 法律规定 法规规定 相关的原住民学生 何况 五千九百多万里面 并不是全部都是原住民学生啊 也不是四千多万 像这样的 怎么去 当一个大学校长 那个蒋部长 那蒋部长 那部长请 周委员 是 你可能不见得会很记得 是 因为在那个简报里面 冗长的简报里面 是 一开始 是 这个校长啊 在补充说明的时候 当然简报不是他简报啊 是 是 普通报告的时候 第一个答案就是谈这个 对 这也许你不是那么那么那么 在意或是 会不是那么 会去记住 记住这一个点 是 但是对我们原住民来讲 这是一个重要之点 是 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 何况 而且 当然他那天没有讲负债了 是 也没有讲说是 是是是资产还是负债 没有特别谈 但是 他对原住民的发展 这个学院 而且事后 在其他相关的会议里面 是 在其他相关会议的里面 媒体也报道了 是 他也没有澄清啊 是 我们事实上也做了一些 适当的一些协助啦 不过我想 刚才这个 这个委员特别提到的 我想未来的努力 我们会这样看 就是说 不管是原住民 或者是这些弱势的学生的 在公立学校的这些学费的 过去的处理啊 由学校某种程度 就是全面的吸收啊 的这样子的概念啊 我相信我们愿意做一个 进一步的检讨 也让东华大学 这一次这样子的情况呢 以后未来会疏解啦 学校这方面的压力 会减少一点啊 我们愿意来做努力啦 所以这个部分 那我们跟东华大学之间 也已经初步做了一些协助 进一步会在这个年度里面 做一些补助 未来会从一个 通案的角度来看 做全国性的 这个检讨的作为 所以谢谢您今天的这个质询啊 我也了解了这个状况 我们会积极来做努力 来做改善 部长 事实上教育部也很重视啦 事实上在这个 免年度的这些 能够增加的补助 是 事实上也做了一些协助 当然 怎么样能够 更有效的到位 我们来做努力 上次我也在 也跟这个 部长 上次 我也要替其他大学的 这个校长啊 他们默默的来支持 是 像很多大学都很多啊 学生都很多 不是 这个两百多位的很多啊 像台湾大学 人数很多 他们都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反应 但是我 也跟多位校长 特别提到 我 我谈这个事情了 在像 上一次部长来立法院的时候 我没有谈这些细节了 是 我只跟校长说 部长说 是 这个部分所产生的 要想办法在104 学年度 是 104 会计年度 能够做一个通案的处理 对 那在103 会计年度 希望 是 希望能够 从其他的 相关的计划的补助 对 我刚才跟我们这个 负责业务的这个次长跟司长 都特别交代了 我想在这个年度里面 这部分 就会有所改善 那现在 在下一个年度里面 应该可以全面来做处理 也谢谢委员的这个提醒跟指教 这个要请部长 是 东华大写 是 我会跟吴校长等他回来 因为好像过两天会回来 我会跟他通个电话 这个 特别关注一下 就是说 每个学校的每一个学生 其实都应该要全面的 受到 培育 那绝对不能因为他是原住民 然后这个可能学费的 这一部分的短差 让这个学生受到冲击 那这个是不合适的 我想我们应该来做努力 这个是学校啊 尤其是大学 是 最基本的 怎么样去尊重 只要是你的学生进到学校以后 就不是不能把他视为负债 他就是学校的资产 学生就是要培养好 这个是很明确的 他有什么问题 他应该透过正常的管道 是 透过公文 向教育部来反映 而不是在这样的相关的会议 然后被媒体报导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这个对学校是 当然是不好的 对校长本身也不好 我相信这个 他也许讲话 当然我不是不在现场 我不知道他讲话 那时候的思考是什么 不过也许有机会 我会跟他再谈一下 让他在这部分可能受到 原来可能的一部分的冲击 可不可以透过教育部的协助 能够减少一些以后 他可以把他原来那样的 的statement 可以做一些调整 事实上如果按照刚才我所念的数据 他并不是占大部分 他不过是四分之一 然后他这样的一个发言 会影响到整个原住民相关的这些 这个不是一个校长应该有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我会进一步跟他交换一件 谢谢